因为如果你有做过 就是用那个公式做完 也可以尽量看看有没有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用 VBA 也可以做出来 那 VBA 做出来的话 当然如果你实在想不出好方法 就丢公式一定可以 对不对 按下它自动把这两个也丢过来 如果今天假设我不要是丢公式的话 那我希望按下这个按钮 自动帮我把结果加过来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呢 其实Sumif它最大的作用 其实就是Sum加if Sum是加总 if是条件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把那个 假设你不是丢公式 而是在 VBA 里面 要帮我们去做刚刚的事情的话 两个嘛 一个是销售部 或者是开发部的话 那其实这边 你们回去或许可以试试看 这边假设要建一个按钮的话 那其实写法大概就这样 我大概看一看 因为在云段上也有了 你就是插入一个奖金 有没有 The Sub 再来的话呢 一样会跑一个什么 跑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七列 对不对 那接下来的话 特别注意 关键来了 如果你要加总并且输出 这要怎么做 其实当然最好是能够看 也能够写得出来 那你就大概就OK 没问题 所以回圈应该没问题 只是说里面要怎么判断呢 它里面基本上不外乎就是销售部 不外乎就开发部 所以如果我要写逻辑的话 那我前面有讲过 if 特别注意到哪一栏呢 b栏 所以你可以写成sales 里面的I列的B栏 那我就把里面的资料怎么样 抓过来 检查一下是不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什么 等于销售部吗 但是它其实不外乎就是销售部 不外乎就是开发部 所以我就是比一下销售部 是不是 如果是 改成销售部 OK 空一个打一个Zen 这个打法你可能要慢慢习惯 else 有没有我们两重逻辑吗 不是销售部 那反之就是开发部 那end if 所以你会发现 以后一定会常常出现 放回圈里面 放一个逻辑判断 看得懂吗 那好像前面也写过吧 只是你能不能很熟的把它打出来 不一定要打得快 也一定要打得正确 OK 即便一只手也可以 所以只要一只手我就拿着麦克风 其实我都是单手操作 所以一只手也可以打程式 绝对没有问题 不是要打快 是要打正确 OK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我要累加 所以特别是这一题的关键 就是以后如果你是希望怎么样 那个条件为true你要把它累加起来 累加 累加要怎么做 我可以新增一个变数叫sumA 这个sumA自己取名称 我叫sumA 等于他现在如果说已经产生的话 里面是空的 空的哦 后面的东西会丢到钱 所以如果条件是销售部 那我就把它的C栏 同一列的C栏的资料 帮我加到这里面来 那怎么加 特别是说累加的写法一定是上 他自己本身 等于他自己本身加上什么 我们要去抓的那个值 同一列 所以同一列是同样I列 哪一栏呢 C栏 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他的B栏是销售部 就帮我把他的C栏 帮我累加放到这里面来 那反之就是开发部 所以反之的话呢 那因为他这两个值部一样 所以呢我就再增加一个变数 叫sumB 好 OK 所以这边注意哦 假设他开销售部的话 他就帮我把这个加到A里面 如果另外的开发部 就帮我放在这里面 他就一直跑一直跑 跑到没有为止 所以呢 sumA就是放销售部里面的加总结果 sumB就是放开发部的加总结果 最后我会想 希望把结果丢到哪里 丢到这两个储存根好了 就是1的8跟19 好 那如果程式该怎么写 最后我累加了嘛 可是只 假设我这边设中断点 跑完了 你会发现哦 这里面是 怎么1800 sum等于sum 反正因为跑第一次 因为应该没有 好 我先把这个全部跑 假设我全部跑完 这里面应该是4500 这边是2500 不过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两个加总的结果 分别放到这里 跟放到这里的话 程式该怎么写 其实很简单哦 如果你要把这个的值放到哪一个呢 放到这个储存格 那我们可以用固定的嘛 你可以打一个 打一个 打一个range OK 其实打一个储存格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range的18 就那个储存格位置 等于什么呢 等于sumA就可以了 好 这个地方有没有 他就把4500 帮我丢到这个储存格 再来下面这个 如果我要把那个sumB 就是开发部的结果 帮我丢到这个储存格 那就是19 这边19 好 程式如果 写完改完 其实有的时候 如果你射中断点 你可以把程式倒车 大概只有VBA可以这样做 其他程式我发现没有这么方便 像有时候写Python 好玩就没有了 开发工具没这么方便 像VBA可以倒车 那倒车意思说把程式拉回来 4500丢过来 F8 有没有发现 这个 丢过去了 有没有 那再来呢 他会跑这个方向 会拂拎他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跑这一行 这一行的话就是把2500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去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意思 OK 其他销售额的话 差不多 所以你们可以再插入一个销售额 那范围就15列到19列 那特别说条件 有没有 就是大于5万 其实刚刚是 前后的双 你看 不过在这里逻辑不需要 一样是上杯 帮我把结果怎么样 丢到哪个位置呢 丢到1的 20的位置 所以其实这边逻辑差不多 所以请各位 甚至你可以把上面的程式拉下来 不用重写都OK 像这个 这里面改的话 有的时候 我是建议 你干脆拿一个范本 像这个 同样类似的东西 你就Ctrl C 所以以后 像之前有同学 提到就是他 他工作里面 售获最多 像这个客人 就是他把我的云端的程式 拿来当范本改就好 所以至少你不会写成是改会吧 要怎么改 有没有看到 如果销售 15到19 所以你就把15 有点像填空题吧 19对吧 然后呢 如果B栏 就一样B栏 那这个地方是大于5万的话 那没有else 所以把else拿掉 把一样加C栏 加完之后丢到哪里呢 1的 20 改完了 知青看看 知青给各位看 知青是不是26呢 26 所以有时候 陈世带你一下子背不起来没关系 你暂时要找个地方 以后可以复制贴上的道 不过以后你也不能永远都只是复制贴上 以后慢慢也要熟悉 可以把陈世打出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刚刚的那个就是三米符部分 再把它改写成VBA 那里面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复习 其那个回圈里面加逻辑 有两重的有一重的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资料的累加 累加一定是数字 数字是把后面加完丢到前面去 加完丢到前面去 OK 最后再把它输出到指定的储存歌 然后其实这一连串 反正如果以后你通通都会的话 真的什么东西可以自动化 以前你滑鼠键盘能做的VBA 绝对全部都可以放在把它做完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只是说你要能够 把以前的滑鼠键盘动作怎么样跟VBA 做那个串联 这个可能要稍微思考一下 熟练 这个我一直强调 一定要熟练 如果你熟练这些东西的话 以后真的写什么就很快 可以把一连串的自动化全部写出来 我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 而且做起事来真的效率 也大大的提高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那两段程式在云段上也有